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中国禁闻节目 大陆网络上流传 与原重庆北备区委书记雷正复一样 接受性贿赂被偷拍下视频的 其他五名重庆官员 即将悄悄被结束视图 最先爆料雷正复淫乱视频的 大陆人民监督网创办人 公民调查记者朱瑞峰 对媒体表示他也获得了类似消息 美国之音报道 朱瑞峰表示 重庆当局一直在掩盖这些 接受性贿赂官员的丑闻 报道引述朱瑞峰的话说 雷正复等人性乱视频曝光后 重庆警方将所有涉案建筑商刑拘 但由于其中一人聘请了北京律师 警方为防止消息外传 销毁了所有最初的笔录 以保护这几名官员 朱瑞峰表示 目前重庆检察院 已经对这些涉案建筑商批捕立案 准备移交法院研判 中共政坛最大丑闻薄熙来案 最近再度引起西方媒体关注 瑞士新苏黎时报1月21号 发表署名文章 分析薄熙来案至今不能处理完毕的原因 文章说最初迹象表明 中共最高层希望在18大之前 就把薄熙来事件处理完毕 以避免新一代领导受这个危险负担的重压 但是这个目的没有能够达到 文章分析 中共迟迟不能处理薄熙来案的最大问题 是难以确定起诉薄熙来的最核心要点 文章认为 对薄熙来妻子古开来 使用谋杀罪名相当轻松 而对薄熙来则应强调 他对权力的滥用和腐败 但是这样会涉及到 让中共其他领导人也处于尴尬境地 1月20号 广东省上委市东永镇数千村民举行反贪污大游行 抗议官员撕卖土地侵吞巨款 要求当局严惩贪官归还土地 游行人群高喊反贪口号 游行到市国土局 把一些标语挂在国土局大门口的围栏上后 又游行到市政府 当局派出大批武警和防暴警察戒备 双方没有发生冲突 据海外茉莉花革命网站报道 这是从去年开始 当地村民举行的第七次上街示威 而第三次游行时 村民与警察爆发冲突 很多村民被打伤 有村民至今仍然躺在医院里 据报道 20年来 东永镇至少有200多亩土地被非法倒卖 村民们表示一定要追回土地 并且查清楚村委会的糊涂账 据中国大陆六四天网报道 被关押在大连市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 49岁访民刘玉玲 目前已经怀孕6个月 但是仍然每天被强制劳动 9到14个小时 报道说 刘玉玲的丈夫曾多次要求劳教所放人 但对方没有回应 甚至说刘玉玲胖了 刘玉玲因为去年过年前到温家宝住所附近上访 今年8月被当局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 处以劳动教养一年 根据中共相关法律法规 服刑人员或者被劳教者 如果怀孕应该肩外服刑 下面请您收看时事经文 刘玉玲